梅瑟森跟斯泰爾提出 DNA的複製應該是半保留的方式 那他們其實只是用一個比較簡單的實驗去推入 只是後來還是有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進一步再確認DNA的複製真的是半保留 所以接下來就是那DNA複製的時候 到底有哪一些細節 第一個細節當然就是 DNA是天然聚合物 那它是由組成的單元聚合形成的 好所以先解決一個比較小細節的問題 就是如果我現在要讓核甘酸跟核甘酸串點起來的時候 那一開始的反應物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雖然那個DNA上面組成的單元核甘酸 在核甘酸裡面當然第一個首先要確認的成分是 它必須是由去養核糖 所形成的核甘酸 那再來如果已經是確定在那個DNA上面的一個單位的時候 一個單位的核甘酸的時候 通常其實只有留下一個磷酸的 可是在合成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 這是等一下先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DNA總共用了幾種核甘酸呢? 就是它的涸甘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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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A、G、C、T 這四種 那核甘酸DNA的時候它所使用的核甘酸 就是反應物 是三磷酸的核甘酸 所以如果我們還原那個真正的核甘酸的話 因為A、G、C、T 只是含氮氮碱基的縮減 然後它只是核甘酸的組成成分 所以當DNA在合成的時候 它所使用的那個核甘酸的反應物是什麼呢? 以A來說的話 合成DNA的時候所使用的三個磷酸核甘酸 是由A所組成的 那那個縮寫是DATP 一定要加一個小D 那個小D是指去氧核甘酸的意思 然後如果是由G所組成的那個三磷酸核甘酸 就會是DGTP 然後異序 所以這地方馬上 你光看DATP 就跟我們以前講的一個那個 能量的貨幣 那個ATP很不同 ATP一樣是TP 一樣含有縮標0 可是它前面沒有加小D 是因為這個核甘酸 它所含的無碳塔是核糖 你看 所以如果你要表達出那個 由核糖所形成的核甘酸 假設它也是剛好有三個磷酸根的話 那這個時候那個就是ATP 你看 所以加上DATP就是含去氧核糖的 所以那也就是說 ATP除了可以當能量使用之外 它也可以是將來 Ona組成的成分之底 這樣子 OK嗎 好 所以 核甘酸的時候 要抓的這個反應物 是三磷酸的核甘酸 然後 接的時候要怎麼接 因為必須要發生聚合 然後核甘酸之間的聚合 跟氨基酸之間的聚合 就有點類似 就是以前我們有用過那個 氨基酸形成這個多態變的 這個過程當中 它是用脫水聚合的方式 那其實 包括DNA RNA還有多糖 其實也都是類似 我們以前講過 天然聚合物通常它在從單元 轉變成為聚合物的狀態的過程 都是脫水聚合 那只是核甘酸有一個麻煩的事呢 因為它很明顯牽涉到方向性的問題 我們講說通常你要利用那個 五碳糖來去當這個參考方向 好 所以養過愛之後呢 順時針 這是一二三四五 所以如果把方向標出來的話呢 接下來 當DNA在合成的時候 它的方向是 它會去利用 三號碳控出來的這個腔肌 OK 這個位置很好 它有延伸的可能性 然後呢 由前一個 就是上面這個呢 假設是代表比較前面的核甘酸 那它現在如果要向下延伸的話 就是要繼續延伸更多的核甘酸進來的話 它是從三號這個地方往下延伸 然後所以到時候呢 下一個核甘酸 也把它擺成一樣的方位 然後這個時候 它就會以五號碳的磷酸根 去面對前一個核甘酸三號碳的腔肌 然後到時候 由 腔肌這個地方 跟三磷酸的 最靠近五號碳的這個磷酸跟這個地方 形成脫水聚合 然後產生共駕間的間結 所以到時候 完成結合之後呢 這個細節不交代的話 三磷酸一口氣會切掉兩顆 那只留下一個 這基本的因為核甘酸嘛 所以它會留下這個 直接接著五號碳的這個 然後產生一個新的供駕間 這個新的供駕間呢 是由三號碳這邊延伸出來 然後去接上磷酸根這邊 好 所以沒有直接接五號碳 前一個核甘酸向下延伸 去接下一個新進來的核甘酸 五號碳的磷酸根 那等下一個核甘酸 如果它要再繼續延伸延長的時候 它也是一樣 由它原本三號碳這個地方 衝出來的槍基 然後再去跟下一個新的核甘酸的 五號碳的磷酸跟這個地方 脫水聚合 所以這個地方 可以再形成一個新的供駕間結 然後一口氣切掉最外面的那兩個磷酸 那因為它每次一切就是兩個磷酸 所以它切出來的 其實是一個膠磷酸根 那當初用的時候 必須是三磷酸狀態的反應物 然後形成的間結是共駕間 單骨上面 單骨上面核甘酸跟核甘酸之間的結合 使用共駕間的方式去結合 那到時候兩骨之間是用輕駕的方式去併起來的 好 那這個共駕間的形成呢 是來自於脫水聚合反應 然後副產物是膠磷酸根 主產物當然就是串起來之後的那個聚合甘酸墊 聚合甘酸墊 好就是核甘酸串起來 你看 所以一般如果不表達出五炭糖 到底是核糖還是續氧核糖的話 其實RNA也很類似這個架構 所以如果用這個方式來看的話 我們上次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DNA是有方向性的 那這個方向性我們習慣找誰當參考 因為很方便 這邊呢 三個這個一長串的核甘酸 全部的五號碳都放在上面 然後三號碳都放在下面 每一個核甘酸全部都一樣 所以這使得給我們一個很方便的這個方向性當參考 就是當你想要去描述DNA的這一股的時候 它的五號碳通通在上面 三號碳通通都在下面 對不對 在影射那個 它合成的時候 一定是由三號碳端向下延伸 對不對 所以從五到三 五到三 五到三 往這個方向延伸 所以通常我們習慣的表達DNA的單骨方式 就是五方碳端 三方碳端的方向 這個的話就順便把DNA合成的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方向性順便表達 那也表達出DNA那個兩頭 一頭是五方碳端 另外一頭是三方碳端 這樣 OK嗎 好 所以這個是到了比較細節的部分 核甘酸要形成聚合的這個過程當中 它有方向性 它是從五號碳端往三號碳端去延伸 然後見解 新的見解位置是出現在兩個核甘酸之間 三號碳對著五號碳的磷酸根 形成脫水聚合產生新的共感見解 然後原料用的是三磷酸的核甘酸 但是反應完的時候會直接一口氣切除掉焦磷酸根 然後只留下單磷酸的核甘酸 成為一個一個的小單元 好這邊看有沒有問題 好所以這是第一個 有關複製跟合成的時候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所以有了方向性之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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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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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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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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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